又有两三个短命的王朝 是基督王朝 佛教又迎来了 他第二个重要的时代 叫贵双王朝时代 加尼瑟家王在晚年 重新佛教 扶持佛教 记录和确定无疑的 第一个 知道的就是 他在宫廷里供养了两位菩萨 马明菩萨和龙树菩萨 马明是一个大城小城 孔雀王朝 随着阿玉王的去世 就迅速衰落了 阿玉王是在公元前232年去世的 又过了50年 大约在公元前187年前后 孔雀王朝最后一个皇帝 布里哈托罗被刺杀了 孔雀帝国受终正亲 印度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强大帝国 迅速衰落 这个令后世非常吃惊 从历史绝佳的推断看 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点 都跟佛教相关 第一点是说 阿玉王他过度扶植僧团 让当时出家人数激增 而帝国呢 长期做这种无遮的布施 导致国库空虚 这是人口和经济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阿玉王提倡的是大法政治 又叫达摩政治 就是以戒杀为根本 在他统治的后期 尽力避免战争 这无疑就损害了孔雀帝国 兴起的时候 那种强大的好战精神 孔雀王朝 幅员辽阔 交通不便 地方自治性很强 如果他的好战精神 和军事力量得到了削弱 那么一个庞大帝国的稳定和强大 实际是难以保证的 所以后世都将孔雀帝国的 急剧灭亡 和阿玉王的重佛 直接联系起来 印度史上多次反佛 都是以此为教训的 就是说佛教兴起 国家会灭亡 所以很多新王朝是反佛的 但是因为阿玉王的促进 让佛教急速成长起来 并且佛教的思想 包括他的慈悲精神 也融入到了印度文化里 阿玉王向各国派出了传法队伍 使佛教走出了印度 很快影响到了周边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看 这是对人类文明 一个不可估量的贡献 孔雀王朝衰落以后 惊起的是殉家王朝 殉家王朝很显然 他就是要立刻反佛的 举行了马迹 他宠信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的国王 都要举行马迹或者叫马寺 就有点像我们泰山风扇一样 是一种仪式 但是印度发生的法难 比中国发生的法难 要残酷的多 据传 大量的出家比丘 比丘尼 沙弥沙弥尼 遭到集体屠杀 雪流成河 大量佛教的寺院被屠露一空 仅存的比丘都躲到山里去了 我们说佛教的主要兴起之地 在五天主里叫中国 或者说中印度 所以 殉家王朝的灭佛 主要在中印度 并且是佛教的大门营 后来殉前王朝的西征过程中 在北印度也灭佛 但时间比较短 殉家王朝灭佛 法难结束以后 在中国就是中印度 佛教就元气大伤了 此后 虽然佛教也逐渐的恢复起来了 可以说 他的兴盛再也没有达到过 阿裕王时代的那种恢弘 印度发生法难 就是中国发生了法难 大量的僧侣就要逃亡 他们就向上 在地图上就要向上 就向北逃亡 或者向南逃亡 向北逃亡 就是进入克舍米尔 进入西北印 向南逃亡 就进入了德干高原 这样就促使了 这些地方的佛教发展 佛罗门教 他的大本营 是在恒河上游的 是属于北印度 我们说 亚利安人 是翻过兴都库什山 进入印度的 所以他们的大本营 就在北印和西北印 阿难的时候 僧侣就往北边逃 佛罗门教和佛教 他们的大本营中心 就发生了道治 佛教的大本营 是在中国中印度 中印度灭佛之后 就向北逃了 而北部是 佛罗门教的中心 佛罗门教 又在中部复兴了 这就等于 两个宗教 他们的大本营 调换了 此后 北印和西北印 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 包括克舍米尔地区 包括阿富汗的一部分 就成了佛教的天下 而在阿裕王时代 佛教最兴盛的 也是佛陀弘法的地区 中印度地区 就成了 佛罗门教复兴的地区 而佛罗门教 也向南印度传播 就是佛罗门教 在中印复兴了以后 就向南印度传播 后来成为 逊家王朝的主要信仰 它与南部的 安达罗文化混合 就产生了一种 新型的佛罗门教 叫师婆派 在中印度复兴的 这种佛罗门教 就不再是传统的 佛罗门教了 中印度 它原来是 沙门思潮流行的地方 这个时候 佛罗门教复兴了 吸收了原来佛教 沙门的思想 这是佛罗门教 向印度教 转变的最初阶段 绝王朝之后 又有两三个短命的王朝 是基督王朝 佛教又迎来了 它第二个重要的时代 叫贵双王朝时代 这个我们在 简明印度史里也讲过 贵双王朝 是一个希腊化王朝 并且又迎来了 佛教第二个 重要的护法王 加尼色家王 加尼色家王 在位的时候 他本身是 贵双王朝的 第三任皇帝 贵双王朝 进入了极盛期 在他统治下 贵双帝国 横跨中亚 包括今天的阿富汗 印度的西部 西北部 构成了一个庞大帝国 它的首都 在今天的白沙瓦 后来 西北印度 就成了贵双帝国的中心 加尼色家王 他在世的年代 是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之间 从考古发现来看 他的早期是相信希腊的 希腊神教的 从发掘的前臂看 有希腊语 有婆罗门诸神 在加尼色家王的晚期 在他的前臂上才出现了佛教 因此可以推断 加尼色家王信奉佛教 是在他的晚年 他和阿裕王不同 虽然他也是佛教最重要的 护法王之一 但他一生四处征战 即使他信奉了佛教 阿裕王是在信奉佛教之后 就不再发动战争了 但是加尼色家王 在信奉了佛教之后 仍然四处征战 所以说 他虽然是著名的护法王 但未被像阿裕王那样 被尊为转伦王 加尼色家王在他晚年 宠信佛教 扶持佛教 这是有记录和确定无疑的 第一个 知道的就是 他在宫廷里供养了两位菩萨 马明菩萨和龙树菩萨 马明是一个大乘小乘兼红的大师 我们前面讲过 龙树则是大乘佛教兴起时期的 主要代表人 贵双王朝的加尼色家王 对这两位菩萨的供养 是大乘在西北印度洪传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记载说 马明与龙树是师徒关系 但是在历史资料上并不太对得上 也可能中间还隔着一个师爷和徒孙 让开 所以我们这么一听 他们肯定是有师徒关系的 发起500人 劫疾一样 加尼色家王也发起了劫疾 就是佛经的劫疾 但是这次劫疾就没有经与律的问题了 加尼色家王发起的劫疾是论葬劫疾 或者说直接所造之论 由佛弟子直接所报之论 试经的试律的部分 就是解释经书和解释律葬的部分 在加尼色家王时期 结集的叫做阿比达摩大批婆沙论 这次结集就等于筛选了不派佛教的理论 做什么呢 开始了大乘佛教的造经运动 在加尼色家王死了以后 印度就是这样 反佛再次开始了 最开始是有两个部落开始杀害佛教徒 接着婆罗门也参与进来了 直到三代皇帝以后 詹纳陀王三世才停止了对佛教徒的迫害 但是在贵双王朝 加尼色家王死后的这次法难 时间很长 佛教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为什么每次佛教受到王朝的扶植 迅速兴盛之后都会有法难呢 其实理由很简单 因为一旦僧侣阶层受到当权者的支持 就必然交横 然后也导致人数激增 因为这事有甜头嘛 这个党派这个组织 进了这个组织你有甜头吗 当然就大量的党员 僧员就进来了 所以导致僧团管理混乱 戒律形同虚设 道德普遍腐化 只要受到当权者支持的时候 他们道德都会腐化 这个时候出家成了一种好职业 这样直接影响的是社会的劳动力缺失 而且印度佛教跟中国佛教还是有区别的 印度佛教它有一个特点 它是不劳动的 它不像中国禅宗是劳动的 它是受供养 这么大量的僧侣 要受供养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供养 就导致国库要花大量的钱 总的来说 中国和印度灭佛事件的根源是差不多的 都是因为戒律松弛 人员激增 国库空虚 只是导火索不同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